- 好吧,發出來了 - 等一等 - 等我一會兒,我先發出來了 - 先操作,我先打個招呼 - 好,我先打個招呼 大家好,放完新年長假就來到東州投資會的時間 我們等一會,等多些讀者上來看我們的直播 我們才開始跟林Sir聊天 已經有幾十人了,接近一百人,幾十人了 我看,林Sir已經有招待了。 measure 那...再多 topic兩個群組承認 好的,多些粉絲可以收看 大家,今天橫市升了338點 收布31084 就升穿了31,000 看來是從上星期開始升穿了31,000 就像是站穩一樣 一直都沒有回過 今天還升穿了31,000 就好像挺厲害的 這個牛鏈 好,好像也有很多讀者 好,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Hello,大家好 放了個新年假 又來到東周球智慧的時間 今天是牛年第一集的節目 有林Sir跟我們聊天 Hello,林Sir 你好,Almstar,你好 首先祝林Sir和大家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和未來一年事事順心 最重要的是一起跟著林Sir賺多一點 各位觀眾,今年仍然是高沽低流 每天都這麼成功 賺到蜜都醬不獲 盆滿盆滿 在今年的牛年來說,大賺 至少要賺回上半年 下半年可能會有些風險 這是下半年的事 但是在上半年來說 都要賺盡牛市股的聲勢 說得好 說回今年,新年價錢一段時間 因為大家都很擔心 當時擔心北水收爐 就對港股不理 但其實新年價錢 即是北水收爐之後 港股形勢大好 上星期四還升穿了三萬點 到現在都算是站得穩 今天又升穿了三萬一 牛年股市好像仍然很牛 大家都很關心 明天北水回歸 大媽見市場升得這麼厲害 又會不會有些 可能會沽回賺賺 不當利市錢 還是會繼續加碼追呢 不如林Sir說說 接下來的大市走勢 其實今天的升勢 就是升定 就是等明天這個A股 開爐之後 跟著開紅盤 這個很大的機會率 為什麼我這麼說 最大的機會率呢 因為如果你看回 戶芯三百指數 其實戶芯三百指數 在未放農曆新年價期之前 已經升穿了5800點的水平了 所以你看回 對比起大約十三年半之前 2007年來說 其實距離歷史的高位 大約只有1.5% 所以如果明天一開市的時間 戶芯三百指數 只要升超過1.5% 自然就開了一個 叫做歷史重新高 這個氣氛 所以我估計來說 恆指今天升定 就是等明天來講 那個A股是再上一層頭 繼而是升穿了這個歷史新高 這個氣氛的 即使遇到 比如說今天 在下午的時間 美股那個期貨 那個表現都是一般 預計今晚可能 美股都是跌的 但是只要跌幅不大 如果它只不過是跌到 百多點左右 我相信都不會阻礙明天 A股開足紅盆 這個信心 A股即是 A股未來會很旺 那港股又會怎樣呢 港股其實就落後了 A股很多 因為2020年的時間 A股是升了27% 而港股還要倒跌 是3% 所以比A股的表現 是差了差不多30% 所以你看到 就是踏入了2021年 港股法力是最落後 所以在踏入2021年的時間 港股的升幅 是比A股更快 所以我自己覺得 亦都是趁明天 A股之後 開完市之後 開了一個紅盆 港股是有力的 是再上一層樓的 那再上一層樓的時候 有些什麼股可以推介一下 因為記得 我們前一期東周行 我們的封面就是 林Sir有份介紹我們的新年股 比亞迪、1211 林Sir的愛股 有中國電車ETF 2845 和中海物業2669 這幾隻現在 還有一些直播空間 或者是時候入貨呢? 其實 首先要利益申報清 因為我們今天都入了很多比亞迪 我自己 我的客人 絕大部份的客人 今天都是趁他今天有緩調的時間 重新再進入比亞迪 那都估計他 明天的時間來講 趁著這個大股上升的氣氛 還有還有一件事就是說 下個星期五 行此服務公司 是會重新做一個貴件的 那我自己覺得 比亞迪 進升為藍籌股的機會 都是非常之高的 所以無論是 趁這個A股開出紅盤的氣氛 或者等待 下個星期五 行此服務公司 公佈這個藍籌股 這個新季 我都覺得比亞迪 有一個很大的直播率 所以 我之前有兩隻ETF 2845 2845 今天都是創了這個收市的新歌 其實我們唱這個2845 都創了很多個月的了 從2020年一直唱 內不足 他又收市新高 內不足又收市新高 即使在東周 我們都說了幾個月 今天又是收市新高 所以 每天都有收市新高 所以拿著這個股份 那些朋友來講 就一定 就是 賠到賠滿賠滿了 今天來講 另外一隻 2809 都是的了 2809 今天一開 也是貼著這個紀錄新高的位置 就是回跌 那雖然回跌 但是他收市價 仍然是創了這個收市新高 那所以 和2809 2809 那我給這個 就是說 2021年的必買股來講 其實 踏入了2021年 它一直都是反覆上升 到了今天 它又是創了一個收市新高 所以 跟隨東郊 聽眾的朋友 就是如果肯買到這兩個股份 無論你以前什麼價買 今天來講 你創新高 你也是賺錢的 那今天 就是現在 現在會不會有創新高 現在進入 會不會有遲了呢 當然來講 你如果現在進入 你是比過去一年的 二百幾三十圈 每一個入市的 你都是最高的 但是最高也不要緊 因為未來來講 都仍然是會創上升高 只不過是 人家賺了五十圈 你也賺了五十圈 你也是會賺得少的 為什麼你會賺得少呢 如果你以前 如果其實有看東周的朋友 其實很早已經跟進入了貨 但是如果你是新增 剛剛 這一兩期才看 那沒辦法了 你會高價點進入了 記住一件事 炒股票 不看東周 是你的損失 說得好 那 不如中海物業再講 因為其中一個歷史股 也有推介到 是啊 中海物業來講 剛剛呢 昨天呢 就出了一個歐資的大行 就是說 中海物業呢 是會跑出大市了 所以呢 今天的股價跌一跌 就跌穿了四個九 但是林修士呢 他又升回四個九個九 那麼力保不失 沒有跌到 還有你看到那個成交來說 都沒有什麼太大的股壓 所以我其實 就懷疑著那個歐資的大行 其實是否唱一些東西 就是用來哄一些人沽貨的呢 老實說 如果這個歐資大行 哇 真是以往那個 投資的那個評論 是有影響力 今天應該來說 喂 至少都幾億億元沽下來 但是你看不到 今天沽得很少 中成交今天 全日計算 都只有四千萬 我自己覺得呢 這種出口信呢 其實是騙貨 騙你的散戶 比如說大行搶淡 就馬上沽給他 但是你想一想 那些散戶信了你也好 沽來沽來沽去 一整天 都得了四千萬成交 即是代表什麼呢 代表散戶拿這一隻 不多 散戶代表這一隻 拿這一隻不多 以後來說 稍微一升一升 一升 可能就上 五元六元七元 這些水平 那也是 首先要利益申報 我自己個人和客戶 很多都拿了這一隻股份 那今天其中一個 講股的銷點就是 六零六六輝健康的B仔股 就是暗盤 恭喜抽到的各位讀者 雖然不是很多人抽到的 所以很難 因為這次中簽結果 其實公開發售是說 收到106.3萬份申請 超過四千倍 就算是B組都未必穩中一手 沒錯 所以真的要恭喜抽中的各位讀者 我建議現在就收 現在就未收到的 現在就收 現在就六十 枯圖和要材呢 都是見一升了一百六十百分之大 那到底有沒有什麼追渣沽的策略呢 還是現在沽火算了 有雜雜升那麼多呢 首先要認識這隻股份先 因為諾輝來說 是中國一個很大的醫療龍頭 他是針對什麼的呢 針對就是癌症的 那癌症來說 大家都知道了 無論是西方和中方 都有很多種不同的 approach 去醫治這個癌症的 那他自己呢 由這間公司 就把所有不同的 approach 去治癌的方法呢 都差不多呢 都有一種很好的聯繫 是帶領到一些患癌的病人 從不同的角度去醫治他們的癌症 那所以 在這一方面來說 他都會做到一件事 就是滴水不漏 因為始終 有很多人來講 患了這些重疑 可能來講 只是相信一方面 或者兩方面的醫療方法 從而呢 就未必呢 得到呢 就是一個最有效的治療 那但是諾輝來說呢 他其實是差不多 綜合了所有對癌症治療的方法 那而針對病人的病情呢 而去做一個 最適合他的治療的 那所以由於是這樣的關係呢 他在這個行業上來說 都是一個叫做龍頭 那所以 他的IPO來說呢 就是 包括我們公司的客 很多人的應購呢 其實真的 中的機會率也不多 非常之微 那所以我相信 真的如果能夠中得到呢 不凡可以拿著他 等他呢 是可以升多些 因為始終 他也是一個叫做龍頭的效應 現在你看看暗門價 是升到大約 160%左右 那我估計 他有機會 是升穿了200% 是絕對不出奇的 嗯 那今天其實一開的時候 不止一個加藥所 都是一來就已經升了200% 其實聲勢也很凌厲 那見差不多時間 不如先回答一下 讀者問題先吧 因為很多 很多讀者 祝你身體健康才言廣正 不如首先 每一個讀者每次都會問 就是1211和96A位置 然後又等到老師再說一下 那今天其實我們有很多的客戶呢 就大約在這個263 264 這個位置 都入得到這個股份的 那麼收市的時間 他曾經呢 衝上這個267元 那麼 但是收市呢 最終呢 都是以這個265.4 是收市 那麼其實 如果說回他今天的表現呢 的確是不能說的了 因為你要記住一件事 其實 你計算來說 昨天比亞迪都是升的 那麼你看回 美股的中概電車股呢 其實 在這個我們 新年假期之前來說呢 他的中概電車股呢 全部三隻都是跌的 那麼包括呢 是昨天 昨天來說是再跌的 昨天的跌幅大約1%至4.5%不等的 包括Telstar本身 都跌了2.4% 那所以呢 其實比亞迪來說 在昨天逆市而升呢 都已經有少少呢 是很詫異的了 那麼再 就是承繼回呢 在昨天晚上 美股來說呢 雖然美股導致升了些 但是呢 三大中資的 電動車股和Telstar呢 都繼續下跌 令到比亞迪今天來說 的確確實有些壓力的 但是你看回 收市的時間比亞迪的跌得很少 大約1.5% 所以我估計呢 明天A股復市的時間來講呢 比亞迪的確是有能力呢 受到他的氣氛呢 有機會再重上270元這個水平 那如果再看一些 就是說 喂 下個星期 恆子服務公司出貴檢了喔 那我自己覺得呢 由於他入行的機會都很大 那所以我自己覺得呢 在未來來說 是有能力重新 再上這個紀錄新高 278元這個水平 那所以拿著的朋友 不妨拿著一些 不需要那麼快呢 驚驚趁趁趁呢 又沽了他 等到他真的再重新高 才是考慮食股啦 那這個大家 又是個個都會問的 九六八呢 嗯 那九六八來講 我也是要這個利益申報啦 我自己都拿著的 那今天來講呢 他非常英俊 昨天呢 他已經是升低了 保利加通道的頂線 升穿了一些 那今天曾經回一回落 之後 跟著咬一咬身之後 是繼續呢 是再闖一個近一個月的新高 和成交的金額呢 都不弱 那成交金額來講 比昨天來講 是減少少少 那但是今天來講呢 他都一樣呢 有一個不錯的成交 那我只估計呢 看回 最重要就是說 美國來講呢 龍頭那些光復股呢 昨天都是跌的 FIRST SOLAR呢 都是跌的 那所以呢 它是上升呢 都我覺得 已經是已經 是逆著美國那個 光復股的下跌而上升 而它的升幅有3.3% 的確已經算是很厲害的了 那所以我覺得 要是你能 adapter 現在你看到呢 其實很多的散戶呢 這些2至3天呢 都會沽一下 都沽一下 都沽跑了 我覺得 後來來講呢 它慢慢慢慢 就是貨源 有點歸邊那個味道 那所以我自己覺得 它衝上22元樓上呢 應該是毫無難度的了 明天的時間 可能一開呢 對盤 就已經對到可能22.5也絕對不出奇 所以我自己覺得 追的朋友真的要後遺追的 其實他很多時候對盤是高的 對盤之後可能一回就回到5-6毫子 就可以讓你買得到 其實今早的時間也是一模一樣 今早的時間一開波的時間 一開始就21.1 但是慢慢慢慢就落到回去 20.03毫半這個位置 足足跌了7毫半 我也是剛剛跌了這麼多的時間 我今早才重新再進入 9-6-8 所以我自己覺得 進入的不是太多 我都會拿著它 長一點 我覺得22-23元絕對不出奇 好,有位讀者就問 瑞星科技 2018 今天收報48.2 今天升了7% 過去五天都升了十幾% 都非常厲害 是的 還有沒有直播空間呢? 這位讀者,可以嗎? 我也要這個利益申報 因為今天我又進入了瑞星 哈哈哈哈 其實也很慘 其實是什麼呢? 我昨天就是沽了一隻瑞星 今天被迫呢 是要追回貨 買回一隻瑞星的 那昨天沽它呢 因為沒有新聞出 但是呢 沽完之後 它有新聞才出 就是說它那個 紙公司呢 是要分拆 是上這個A股那裡 所以呢 聽完這個消息之後呢 都很後悔了 所以今天呢 毕於無奈 又要再追回 那我覺得 A股一上回 即是一重開之後呢 我覺得 國內的朋友呢 都應該呢 是會追捧回這個2018的 因為始終呢 它公佈說 分拆子公司 上A股這個新聞呢 都還未在這個A股 這方面翻譯得到 因為A股在農曆失眠的時間呢 停市是停了很多天 所以我覺得 受惠於明天那個 大市A股的氣氛 我覺得2018都有機會呢 是再上一層樓 明天應該是升穿保利加東圖 那裡頂線才對的 接著呢 這位讀者就問 2138醫師醫療的 今天就升了4% 多一點啦 那就收復了7.65 那就有沒有說 即是 你來上網多少啊 這樣 如果看回過去這兩三個禮拜呢 其實呢 曾經在這個 6-6.3這個區域呢 是橫行了足足一個月的 那剛剛就是大約在10天之前來講呢 就是升穿了之前的那個 那個橫行區域 那所以現在呢 就沿著保利加東圖 那裡頂線呢 一直升上去 那但是呢 他現在整隻足身呢 是已經脫離了 保利加東圖的頂線的了 那所以我自己覺得呢 現在追入呢 其實是有少少呢 是畏高細難的 不排除呢 你追完進去之後 他又可能呢 跌回到這個 保利加東圖的頂線 他現在的 保利加東圖的頂線呢 大約呢 就是7.3左右 那所以 如果能夠 即是碰一下 保利加東圖的頂線 7.3 我覺得呢 直播率呢 就會比較大一點 那麼 否則的說話來說呢 這隻呢 暫時都不要那麼快 去追入去 因為事實上 你看回 過去這10天 8天之前來講呢 他都是剛剛呢 都是在這個 6.2、6.3天之間 一下子呢 就已經升了20%了 那所以 除非你拿貨就不多 否則的說話呢 明天的時間呢 應該有一個更高一點的價位 是可以讓你走到貨的 是 然後 下一隻呢 就是問阿里健康的 那就是 241阿里健康 接下來呢 就是想看看 可以26個 半左右買吧 上網幾多和後市 怎樣呢 我相信 大小呢 都有利於他 明天呢 衝破30元高的心理關口 那麼 以往來說呢 我相信 有些以前曾經 高位買過這隻股粉 都曾經 是熬了一段時間的 尤其是在上年 如果你說 六七八月的時間 買完之後呢 都坐著坐著 足足的坐著 有半年聽這麼多的 那麼 今次今天 拿貨回來啦 那麼 今天又創了這個新高 那所以我覺得 明天的大股氣氛 有利於他呢 升上這個 三十元 三十一元 這個水平 那麼去到什麼水平呢 要看回 A股的升幅了 那麼我估計來說呢 三十元 三十一元 應該是沒有酒雞的 如果要食股 不妨可以等三十一元 這個水平呢 才做一個食股的行動呢 嗯 那如果同系 即是同系的 平安好醫生呢 因為這期 自從乾媽 Catherine Wood 入了之後呢 哇 聲勢都很厲害 嗯 就說著 看先 這期升了多少呢 說著 今天收報 一百三十八個七 其實 好像早兩天都升 穿過 一百四十幾 這樣 是啊 一百四十八的 是啊 是啊 這幾天升了三成 這五天 是啊 那之後上網 上網有多少呢 和後市會怎樣呢 你看看它呢 其實僅僅在一個月之前 一個月之前 即是一月中的時間 它是跌穿了 玻璃甲通道 很多底線 是穿了底線 當時就去到大約 八十一元的水平 那麼當時買 就非常聰明了 一個口腰就升上 一百四十幾元 所以說這些大龍頭的股份 記住 你買的時間 你如果在這個玻璃甲通道底線 是不怕買的 就算你不買多 你買著一兩手手門口也好 好過你今時今日 你始終都要買 你買就是什麼呢 升穿了玻璃甲通道的頂線 在頂線之上 你才是追貨 何必這樣做呢 跌穿底線的時間 大把位置讓你買 你不買 故意再升多六十元 你才是追 通常一追 很可能 它的波幅 上下走一走 你又怕了 哎呀死了 又跌回到保利加通道頂線 林Sir 應不應該止蝕了 你問到我止蝕 我永遠都跟你說 當然要了 八個百分之蝕 但是它的波幅 都不止八個百分之蝕 所以平時它的波幅 可能震一震 你八個百分之蝕 你又要走了 所以買這些股份 寧願都是 這一大龍頭股 跌到保利加通道的底線 不需要 不買多 都買兩手 今時今日 我自己覺得 它一定不會跌回到保利加通道頂線 之下 你才能買它 現在它在滋上 不要那麼快點它 嗯 有讀者就問 6993 今天就收報17.12 升了5百分之蝕 之後 問有沒有追考落後 在哪一隻 6993 南月亮 哦 6993 這隻來講 上完市的時間來講 都曾經有些人錯過庭 現在它慢慢慢慢 又升上保利加通道的中族線 趁著明天 A股開紅盤 它有能力呢 就升上去 去回 可能保利加通道的頂線 那現在你看回 明天後天 它保利加通道的頂線 大約就在17.8 這個水平附近的 那所以 食會的朋友呢 應該呢 可以hold住這個位置 食一食糊 17.8 應該是頂線 但是有很多人都是偷雞的嘛 那所以你都 早了呢 可能17.9 就已經排隊了 不要等到 17.9 你才去排隊 那因為始終這個股份呢 它之前呢 在上一次的頂位 大約呢 是19元 那裡 下來了 整整來講 是四個幾個星期 差不多整個月呢 都是呢 下到保利加通道的中線的 那是剛剛今天 才升上中線之上 那所以呢 暫時來說呢 都未能定性 一定是呢 轉弱為強的 那所以 大家要保守一點點 去到大約 17.7 17.8 要吃蠱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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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位讀者 18.6天 看看之後的後視點 那 明天的氣氛 一定帶好它 那我估計明天的氣氛呢 它也有零力 可以上升 19元 那你看看這個圖 其實 都是一樣的 在大約一個月之前來說呢 它在這個保利加通道頂線 又是升穿了 當時來說呢 大約的水平呢 差不多成21元 接近21元 升穿了 那時候沽貨 一沽完貨 不夠兩個星期 它就差不多跌到 接近保利加通道頂線 大約呢 就是17元這個水平 那所以 由17元的水平 回來 今天來說 又升穿了保利加通道頂線 那所以我自己覺得 你以後上去買呢 你也是下一次呢 那個望遠的升浪呢 都是大約呢 想著 19元幾啊 20元那些水平好了 不要再想著 說油膚升上 21元這麽高的水平 有機會升不上的 那暫時 拿著的分額 不妨可以保持 大約呢 19.5元 19.8元 這個區域呢 應該要吃股的了 嗯 接著呢 就是 941中國移動 今天收報49.5元 11高的 是 對 上網多少呢 941之前呢 就是受美國的制裁 所以呢 股價呢 就是跑輸了大市一段時間的 今時今日來講呢 他呢 走回上來 那麼始終來講 他的股價呢 都是吸引的 第一 他的那個派息率來講 都是非常之高 說緊呢 差不多是接近 六里半、七里的息 而他的PE來講呢 都是非常低 大約都是七倍PE左右的 但是唯獨呢 技術走勢呢 剛剛的股價呢 如果升破了這個 五十元的時間呢 就將會碰到這個 保留加通道的頂線 變了他有機會 那個升幅呢 是會放緩 那麼 升幅放緩呢 不是說表示不能升 而呢 他未來來講呢 可能呢 就和之前那個頂位 大約五十一元的位呢 組成一個叫做 雙頂的局面 所以呢 他的大的阻力位呢 應該是五十一元之後呢 才出現一個大阻力 那麼現在如果你是追入的朋友呢 都是看 不會看得太多 看過半人的空間呢 你就應該要想著 拍攝時間的成功了 然後呢 就是五二零 這個火鍋 然後就 就問 有一個半進入的 那不需要什麼市賺呢 現在 如果二十一個半來講呢 你一看得到呢 今天 他是升穿了 波多加通道那條頂線的了 你二十一個半的時間呢 應該就是 在這個大約 過幾個禮拜之前呢 是追他的 那麼剛剛 今天第一天 他呢 那個畜生呢 是脫離了 波多加通道那條最頂線 那所以未來來講呢 未必有能力 是上得回那條頂線的 那但是 由於明天來講 可能A股一開呢 就有一個好的氣氛呢 那所以有機會呢 可能再上回二十六元呢 絕對不出的 那所以你拿著它呢 不妨可以後 大約二十六元這個水平呢 可以吃一吃糊 先離一離場先 因為始終呢 你踏入了二零二一元來講 剛剛在一個一月中的時間 他的股價都還是十六元左右 哇 突然之間就升了九元呢 那幅度是挺大的 那記住 明天來講 趁著良好的氣氛 接近二十六元呢 這些水平呢 要吃一吃糊 先離一離去 然後呢 就是二二三八 廣氣集團 八個三毫七日的 那現在要不止蝕呢 或者怎樣暴處呢 他剛剛昨天公佈了 貝盧德增持他的股份 所以今早來講 開出之後來講 他也升了一段時間 升了八個一毫半 但是在八個一毫一 即是開市價呢 都是有一些阻力在那裡 那這個價錢呢 剛剛就是說 比昨天的收市價呢 是高很少的 大約都是 跟昨天的收市價 是八個一毫一 現在的收市價呢 就變了到跌了四個先的 那看形態來講 那是一般的 那但是都要利用回 明天A股開市的時間 的氣氛呢 可能有機會呢 試上一想 接近八個二的水平 不妨可以走一走的 因為呢 二時他的保利家通道頂線 大約呢 都是在這個 八個三毫八 到八個四左右 所以呢 就不要駁到那麼盡 等到他說 升穿頂線之沽貨 我只覺得呢 接近保利家通道頂線呢 都應該走一走貨 是穩陣一些的 嗯 那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林Sir的解答 再次在這裡祝林Sir 和各位讀者 今年牛市賺多些 要賺到這個盆滿盆滿 祝各位聽眾 各位觀眾呢 今年都是賺多些牛市 要賺到這個盆滿盆滿 拜拜 拜拜